男人拿出钱包 望着仅有的277块钱 自己留了7块 剩下的全都给了儿子 前妻试图带着儿子出国 告诉他价钱好商量 什么意思 要我卖儿子了 面对妻子的鄙夷 他直接动手 将自己成功送进了橘子 不巧的是 正是小舅子认知的分局 你四个把我借一圈 我弄死你 第二天一早 邻居带来个男人 他想让自己帮忙走私药品 当男人告诉他 正版药三万七 印度纺织药才两千块 差价整整二十倍 他当男人是个骗子 甚至直接开始驱赶 可男人还是满脸没笑 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 你要是改变主意了 你就给我打个电话 好 我能等药救命的 说完就戴上厚厚的口罩 离开了城 另一边 程勇的父亲昏倒在地 医院下达了并未通知 可高额的医药费 却让他犯了难 只好用车子 将父亲拉回家 本想向前妻求助 可男人的尊严 却让他放下了电话 看着手中的卡片 他想起了那个男人 吕兽义 当他回到店里 却发现一张纸条 房门已经被房东锁上 他砸破玻璃 在黑暗中翻翻找找 终于找到了吕兽义的电话 在程勇家里 他与老吕商量着 怎么把药带回来 老吕保证 只要有药 销路就不用发愁 程勇很快就到了印度 通过之前卖神油的朋友 找到了纺织药厂家 当他得知从厂里买药 只要500的时候 他整个人开心的不行 因为这是个巨大的商机 可厂家的货 只对接代理商 当他得知 他们在中国没有代理商时 程勇跃跃于世 看他的穿衣打扮 老板并不相信他的实力 程勇表示 在中国 很多人吃不起正版药 他们都在等着 纺织药回去救命 老板顿时来了兴趣 他以为程勇想做救世主 可程勇却大小出生 并表示做这些 只为了赚钱 命 就是钱 箱子打开 满满一箱纺织药 看到老吕满脸震惊 然后又变成 抑制不住的兴奋 二人开始游走 于各大医院 试图以5000元的价格售卖 当人们得知 这要只卖5000 就把他们当成了骗子 忙活了一天 结果一瓶也没有卖出去 他们开始辗转 医院附近的小旅馆 可依旧没人相信 就在吃饭时 老吕想起来一个人 程勇看着舞台上的女人 满脸不可思议 原来他做这一切 出卖色相 只是为了给女儿买药 早餐店里 一群戴着口罩的男人出现 都是各大医院病友群的群主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打着招呼 姿态已经低得不能再低 原则就是低调 出了茶子 谁都没想吃 可商量过后 众人还是觉得药价太高 可相比正版药的37售价 5000块已经足够便宜了 见程勇生气 他们又像犯错的孩子一样 为了表示诚意 他们在友军环境下 慢慢摘掉了口罩 最多给你们群众 没人打巴掌 看着手中的名单 程勇意识到 现在手里的药肯定不够 为了拓展销路 他们找了一个会说英语的牧师 并承诺跟着他们干 不光有药吃 还有钱赚 有数位群主开刀 他们根本不愁销路 就在老吕兴奋的数钱时 车门被一把拉开 黄毛就这样盯着老吕 老吕也有行动圈 黄毛看了眼药 然后就自顾自的拿了钱 直到老吕发现了不对劲 争抢之中 二人摔倒在地 黄毛拿起药就走 你不要走啊 你现在人不要跑啊 你干什么呢你 大门拉开 男人缓缓走出 自从拿下带领 这群人就换了个样子 一箱箱的纺织药 飘扬过海来到中国 买药的人排成了队 有的时候甚至一瓶难求 病人吃得起药不说 众人还赚得盆满钵满 这让程勇觉得未来可期 父亲做了手术 儿子也不用远赴他乡 第一次给员工发工资 每个人两瓶药和一个信封 因为黄毛之前抢药 所以程勇说他们两清了 黄毛呆呆地点了点头 拿着衣服准备走 却被程勇叫住 去哪里啊 不想干了 原来程勇只是逗逗他 早早就准备了他的那份 或许是幸福来得突然 他一时没反应过来 直到私会拽他过来 把东西放在他怀里 他小声地说了句谢谢 声音小道低不可问 不客气 勇哥今天晚上请客喝酒 公司搞团见 摇曳的灯光 震耳的音乐 众人在一起玩得十分开心 他们从程勇这里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或许是活下去的希望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的双手 搭在私会的肩膀上 他让私会上去跳舞 即便是在这消费 他还是摆脱不了舞女的身份 说着男人还上了手 将私会拽到一旁 程勇喊住了二人 男人也松开了手 私会从程勇的眼睛里 看到了底气 看到了期望 他返回座位 经理也坐到一旁 他好言好语地与程勇商量 可程勇却根本不给他面子 他今天是客人 他他们什么舞 你说他不跳就跳了 你跳了 此言一出 众人哄小出声 却只有黄毛握紧了手中的瓶子 我从今天就要看你跳 他一个堂堂经理 怎么会干这么丢人的事 程勇见状 一把现金甩在座子上 经理懵了 还没说话 又一摞钞票甩来 经理觉得遭受侮辱 正要发怒 又是一摞甩出 跳不跳 经理死死盯着程勇 你给我等着 看着台上的经理 私会大喊着 让他脱举衣服 尖叫 呐喊 这一刻 仿佛压抑许久的孙眼 终于找回 就在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时 一个电话打破了平静 一个阿姨吃了程勇的药 住了院 就在双方争吵到 要动手的时候 私会打断了中 阿姨除了我们的药 还吃过别的药吗 他们顺着线索 来到了一个会场 张院士的格列宁 不光以德国和纳姆 作为宣传 更是有患者现身说法 他全程一副和善 亲和的表情 所谓的病急乱投医 事实的音乐 诱惑的价格 很快让人群沸腾起来 程勇没有废话 可转眼去发现 老刘迷在车上 此言一出 整个会场瞬间炸锅 虽说老刘步伐轻盈 走位优秀 可最后还是被保安抓了起来 黄毛三坐并坐两步 上去就是一个飞梯 众人见状 也纷纷上手 现场顿时乱坐一团 只可惜警察到来之前 张长林偷偷跑了 公安局里 众人一片萎靡 好在没有大事 钱个字就行 程勇趁机问了一嘴 卖假药会判多久 卖假药的八年以上 十五年以下 情节严重的吗 判断无情 从那以后 程勇好像有了行事 他看着摇篮里的婴儿 眼里满是闯溺 弟妹做了丰盛的饭菜 俨然有一种家的味道 晚上张长林突然找来 不管怎么呵斥 他都不肯走 仿佛一张狗皮膏药 他拿出程勇的药 翘着二郎腿 开始逼迫程勇交出渠道 他有耻无孔地表示 根本不怕程勇报警 这么好的药 蛇你手里可惜了 他让程勇再考虑考虑 然后就转身离开 第二天 他接到张长林的电话 说警察马上就到 让他看着办 果然五分钟后 警车就停在了门口 好在他们把药提前藏了起来 警察并没有发现什么 张长林的示威 已经达到了目的 电话再次打来 依旧是施了威胁 张长林成了程勇的心病 他怕了 饭局上大家拖一杯换盏 已出现罪态 程勇先是一阵寒暄 突然话锋一转 说要解散得对 他不打算卖纺织药了 众人听闻纷纷一愣 都觉得他在开玩笑 他告诉大家 他将渠道转给了张长林 药价贵了一倍 一万块一瓶 不过给他们几个 还是原价 可张长林原来是卖假药的 害了不少人 看着他为张长林开脱 大家失望至极 你说的是用话吗 他们都以为程勇是为了钱 可他顾忌的却是儿子和父亲 如果自己被抓 父亲肯定会被送到福利院 儿子则会与前妻去往国外 可他不卖了 许多病人都会吃不起药 甚至走上学路 你怎么管我什么事情啊 我他妈是个卖神油的 我管得了那么多人吗 我他妈上有老笑有小 我被张业水堂的怎么办 再说了还不是我拼死把药带回来的 你们都今天全得他妈借解我 众人盯着程勇 这一刻他变得无比陌生 黄毛盗了满酒杯 思索两酒 然后起身一语而尽 带着满手的鲜血 他走进了大雨之中 思惠 老六都相继离开 只剩下吕兽艺 还呆呆地坐在那里 是不是都会多了 走吧 程勇点燃一颗烟 不知在小些声 吕兽艺戴上口罩 恋恋不舍地走了 男人被女人拦下 文哥 我终于找到你了 他叫来保安 然后就开车走了 我孩子 我孩子 你走 你走 后视镜里 只剩下女人无力的嘶吼 听弟妹说 张长林提高要价 已经被点 正在逃亡之中 果然 网上全是他的消息 诚用一脸凝重 不知在想些什么 看着老吕的样子 程勇心中百感交集 头发显得蛮精神的 怎么靠成这样子 没有药呀 就这样 像第一次见面时一样 老吕请程勇吃个橘子 可还没等戏聊 护士就走了进来 要给病人清理创口 吕兽艺咬紧毛巾 给了个放心的眼神 可当纱布掀开 才看到那恐怖的伤口 坐在走廊的椅子上 耳力充斥着老吕的嘶吼声 而弟妹仿佛已经看透了这人情 就这么麻木地坐着 程勇懊悔地站起身 他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了 可当他从印度回来 吕兽艺已经自杀身亡 他拿出一个纸包 交到女人面前 你走吧 打开房门 外面竟是些责备的目光 走廊上堵满了人 他低着头 缓缓向前 他不敢看 不敢看那一双双眼睛 他猜得到 那眼神里包含着责备 质问 甚至还有一丝丝期待 走廊尽头的楼梯上 黄毛吃着老吕最爱的橘子 他联系了印度药商 可药商也身处麻烦之中 相比于第一次来到这里的 利欲熏星 现在的程勇 眼神里多了一丝清澈 面容上更有一些担忧 黄毛没有原谅他 可是他还是要做 他找到原来的那些群主 告诉大家小心行事 毕竟他还要看着儿子长大 虽然数量不多 但大家还是担心价格 你在村里多少钱 五百 程勇正在卸货 黄毛却堵在了门口 原来他听说了程勇的一举 特地地辞了工作 回来帮忙 程勇劝黄毛回家看看 可他却说 家人以为他早死了 现在回去会吓到他们 还是回去看看吧 总先把头给提了 这头就够杀人的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 他们的药箱 被港口的保安发现 因为张长林在逃 仿制药再次出现在市面上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他们将所有患者集中在一起 希望能从他们嘴里 知道仿制药的源头在哪里 可众人全程沉默 没有人说出一个字 就在警察准备 无功而返的时候 一个阿姨叫出了他 我今儿想求求你 别再追查你都要了 行吗 四万块钱一瓶的正买药吃 三万块钱一瓶 房子吃美 家人被我吃过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 明文飞说这是假药 那要假不假 我们都不知道吗 那要财卖五百块钱一瓶 苗凡子根本没赚钱 谁家人被伤了病 你就能保证你这一辈子 不是病吗 天文把他撞走了 我们都得等死 我不想 我想活着 警察攥紧阿姨的双手 看着他乞求的样子 不免有些恻隐之心 他找到局长 希望局长能人性化执法 毕竟他们这么做 就断了所有病人的活路 我真的不好办 你不好办 你以为我好办 草兵 发大与情的事情 你借他还少吗 张长霖找到了程勇 要了一笔风口费 你要二十万 这里也是三十万 打钱跑路 要的事情安在肚子里 他听说程勇这次不挣钱 便不断地夸他账领 可是他也提醒程勇 他卖了这么多年 发现这车上是一种病 穷病 这种病你没法治啊 你也治不过癌 算了吧 在跑路的前意外 张长霖被警方捉火 面对审问 他却意外地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他没有揭发程勇 只是要了根烟 然后将一切罪责 来到了自己身上 面对张长霖的嬉皮笑领 警察彻底怒了 他真不要脸是吧 卖想要害人你嚣张什么 我害谁了 我这两年 救的白血病人 没有一千有五百吧 这也算急得行善了吧 你说对吧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枪 警察很快就查到程勇这里 他全程嬉笑 一副奸商的模样 可警察还是看穿了他的背装 这事跟你有关于我 你怀疑我买假药 开玩笑吧警官 当晚他们再去取货 可黄猫却剪了头发 听他说要回趟家 程勇在震惊之余 心里由衷地替他高兴 装完车 黄猫去上厕所 可是出来的时候 却发现警察就在门口 是那个保安报了警 他一路奔跑 却在车前慢下脚步 程勇察觉到了异样 便问他怎么了 他看着程勇 不知在想什么 就在程勇关闭货柜的时候 黄猫却自己开走了货车 他油门到底 在路口与警察碰到 他开始带着警察在码头飞驰 见大门被拦住 他眼神犀利 甚至没有理会 墙绳油门到底冲了出去 曹警官抱着黄猫来到医院 可黄猫却没有了任何反应 直到他被台上担架 他才明白了一切 在程勇赶来后 人已经不在了 他气愤地将曹警官怼在墙上 他才二十岁 他都想活命 他有什么罪 都看 你说话 都看 你说话 他有什么罪 他有什么罪 当警察放开他后 他双眼通红 想想黄猫 他只是个二十岁的孩子 只能说 造话弄人 程勇坐在黄猫的床上 看着手中的车票 他不禁背从中来 本来要回家 看望父母的黄猫 却在回家的前一天 遭遇了这补工的一切 印度药商因为限制令 已经停止生产 现在程勇只能从药店回购 而价格则是两千亿平 通过私会 他们联系到了众多病人 程勇知道自己被抓 只是早晚的事 他要趁这段时间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尽可能多地帮助病人 患者看着眼前的消息 大多都是不可置信的样子 可面对希望 他们没有犹豫 透过屏幕 我们仿佛看到了 所有患者 所有那些生的希望 半年后 他赔掉了自己的工厂 将儿子送到国外 送到前妻身边 不知是不是有意为之 在最后一次送药时 警察找到了他们 程勇叫他们快跑 自己则驾驶车辆 横在路上 面对警察的手枪 他并没有慌张 看着他们跑远 他这才从车上下来 可是四周都埋伏好的警察 他除了不干 就什么都做不了 法庭上 程勇没有任何辩解 但是他说了一段话 那是一段改变 病人命运的话 我犯了罚 该怎么判 我都没话讲 但是 看着这些病人 我心里难过 他们吃不起 进口的天价药 他们就只能等死 甚至是自杀 不过 我相信 今后会越来越好的 希望这一天 能早一点到晚 在押往看守所的路上 道路两旁 站满了为他送行的病人 法警也神受触动 特意放慢了车速 当程勇抬头 才看到那一双双眼睛 在那眼神之中 满是敬佩与感恩 他知道 自己做的这些 都是值得的 病人们缓缓摘下了口罩 表示自己最大的敬意 在这短短的一段行程之中 全是他帮助过的病人 程勇的事迹感染了民众 也引发了关注 自此国家开启医药改革 众多高价进口药 纳入了医保 医保局的谈判代表们 经过一轮轮灵魂砍价 让人民吃得起药 砍得起病 这个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 之所以叫 我不是药神 正是因为每个人 都不是至准至善 虽是一介凡人 但依旧不忍对他人的苦事 而不见 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